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薇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正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美光最新一季的季报 美光在这一次的季报发布以后 这股价就涨了十几% 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来看一下 这个季报里面他们讲了什么 为什么表现这么好 那市场怎么看 以及美光怎么看 接下来他们这个记忆体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 那先来看一下这一季季报的营运表现 首先它的营收是47.3亿美金 继承涨18% 这是连续三季的继承涨 然后表现也高于财测范围的上原 然后GAP EPS是-0.95元 这亏损幅度也是连续三季的减少 也高于财测的上原 所以不管是营收或者是利润比率 到最后的EPS 它的表现都是高于财测上原的 然后营收持续的增加 亏损逐渐的减少 所以从这边看起来 是不是也在一次的证明说 这个记忆体相关的 像我们之前讲的价格跟量 其实都慢慢再回来了 对啊 其实这一季我觉得主要就是 价格上涨强于预期 对就是上一季的话是量增价减 只是说量增价的幅度 可以抵消掉价格下滑的速度 所以还是可以继成涨 这一季看起来比较偏向就是 低润的话是价涨量涨 对那NEM FLASH反过来 NEM FLASH的话 因为这个上一季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大量出货 所以这一季在继成长的幅度的话 它的销量反而是下滑 可是它这一季反而是单价 成长非常凶猛 这一季就是NEM FLASH的单价 就直接继成长就是20% 对那所以就是说 哇它这样就完全抵消掉量的衰退了 那这个记忆体的价格这边 如果按照公司的说法是说 价格已经止跌回升了 不过这一季的话 他们实际最后的季度涨幅 大概是低个位数 对不过这个其实是低于 其他业者或实际市场上的涨幅 对那这个原因主要是说 因为公司之前有提到就是说 有些客户他们就趁那个低价 就想先囤货 那这囤货当然是我要先绑定低价 对啊要不然我干嘛囤货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这一季 就是这个出货的话 就只能以比较低的价格去出货 对啊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你这个牺牲点价格 你换来就是说你那个库存 或者是你的出货量可以 就是大幅提升嘛 因为这客户就是预定更多一点 对那所以他这一季的话 哇这一季 低润的出货量反而就是成长了 21到23%吧 对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我就整体而言啊 就是说不管是在 量或价其实都持续好转 那这一季如果说 为什么超乎预期 我觉得就是价格 价格这边上涨的幅度 也就是Name Flash非常凶猛 直接单季就上涨20% 对那这个就打败就是公司的 这个所有的财测预期 跟市场预期 对其实公司在 我记得好像在11月 就已经有先发布 就是财务预告 他已经先就是说 他财测要上调了 那目前出来的结果是 哇又再次击败上调之后财测 对所以就是说 哇这个真的是蛮超乎预期的 嗯 这边其实蛮好奇 就Name Flash 他的单价上涨了20% 可是出货量竟然是衰退了15% 诶这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 公司自己本身的状况有关了 对因为这个单价 我觉得应该是跟着 整体的业界的单价 因为目前的话 就是整个记忆体 所有的业者 四大家五大家业者 终于都有字一统 就是减产了 就很吸收了 对对 然后他们目标都是希望 赶快脱离这个亏损的 这个状态 对所以大家就是 毛起来减产 对那所以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就是价格的话 整个业界都是开始猛力的上涨 对那至于这个 Name Flash 美光出货量衰退 我觉得应该是 他自己个人的因素 对那原因是因为 他上一季的那个 Name Flash出货量 是成长快五成 对对对 所以他是有点扭曲 就是说 他是因为他上一季 可能因为一次性的大量出货 那一次性大量出货 可能也许跟他跟客户 出货的时机点 各方面有关 对所以就是说 因为他上一季 异常的就是大幅出货 所以他这一季的话 那自然可能就是这个 一次性的因素消失了 那他就自然是既衰退 对可是这个是美光个人因素 这并没有代表就是说 整体产业或其他业者 可能就是季度也会衰退 对所以就是说 站在我角度 如果说是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产业的量 还是就是持续在好转 那再配合这个价格 开始加紧的向上 那其实Name Flash这边的话 也是 反正就是整个机体 现在就是比较偏向 就是我觉得量涨 然后价要跟着往上的 一个状态 好 然后再来一个也是 你刚刚有提到 因为刚刚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也有想到我们之前 我不太确定是第二季 还是第三季 就有在讲说 记忆体这边 就是这个叠价趋势 已经开始直换了 价格已经没有叠了 而且听说已经有客户 开始在做囤货的动作 就觉得现在很便宜 我可以多买一点 这个是第二季 还是第三季啊 嗯 我有点忘了 先抓第三季 一定有减 第三季很多业者 一定是看到就是说 很多公司已经开始 就是要囤货了 对 对 因为我就是印象 之前有讲过啦 那我只想要了解说 它到反映到这个价格回来 到底是一季 还是两季的时间这样子 就好像第二季已经有了啦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 第二季已经在讲 就是说这个行为很矛盾嘛 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还是看坏下半年 那你不会想囤货啊 你一定想要 等价格再跌 我再买嘛 对 欸 可是居然已经开始 有客户在问说 欸 这个你下半年是不是回不来 我既然好像是海力士吧 好像海力士说 还有客户问 就是说 欸 下半年价格 是不是会是往上涨 不会回来 对 我想说 嗯 这个怎么会问卖货的 对啊 这怎么会知道呢 对 卖货的跟你讲说 你要赶快买哦 对 我不会降价哦 对 这很奇怪 不过反正就是说 其实客户应该 在第二季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就是 嗯 这个上游的动作怪怪的哦 怎么好像价格已经 不再像去年第四季 或下半年这么好谈就对了 今年上半年可能价格 已经越来越不好谈了 对啊 嗯 了解 好 那如果我们再看到 下一季美光的展望的话 美光也是预期啊 它的营运会加速的好转 它的营收 预估是51到55亿美金 平均来看 会在继成涨12% 那GAP EPS是预估 美股大概是 -0.35到-0.21美金 那亏损是持续的缩减 那这一季是-0.95元嘛 所以整体来看 他们就是认为 已经连续三季 就是营运表现变好了 就下一季也是啊 反正我们家就持续的变好 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对啊 对啊 基本上如果以 过去记忆体的循环来看 这个大概就是一去不回啊 大概就是一直涨到 这个景气的就是高峰了 而且第一季是淡季 它淡季还是 仍然全部都说我继成长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个 非常好的观点 就是说 已经让大家都是知道 就是说接下来是淡季嘛 所以像有一些PC业者啊 他们也提到就是说 我们明年上半年 可能会有短暂的回档 对 那这个当然是站在 比较出货量的角度啦 对 那如果就 美光久留来看 那当然我遇到淡季 我也不太可能 就是我出货量 还能够莫名其妙提升 对 所以它这个淡季 还是能够成长 关键还是在它的价格 对 就是美光预期 就是说没有错 因为淡季的关系 我出货量其实没有办法 再像今年下半年 因为下半年是旺季嘛 我没有办法再像 今年下半年旺季一样 就是这么好 一定会有一个 季节性下滑的因素 所以它预期它 大概24年上半年的 出货量都是会有一个 季节性的回跌 可是它还是 对它的营运很乐观 因为它说这个价格目前已经 哦 很猛啊 就是会一直往上冲了啦 不会再回来了啦 所以就是说 它觉得它明年上半年 还是会持续继继成长 对 不是年成长 不是淡季跟淡季比 它是说就算跟 今年下半年的旺季比 它还是会持续的就是继成长 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记忆体的价格 目前看起来是加速上涨 因为我们在上一季 我们已经发现说 这个价格已经有 加速上涨的趋势嘛 所以它也几败了彩测 所以它在接下来到 明年的展望 它也是这么认为 而是上半年淡季不会淡的 它这个价格一定是加速上涨 对 那这个就导致公司 整个营运看起来就是上调 对 因为其实公司原本它 上一季 我记得季报出来是下跌吧 对 虽然是几败彩车 可是季报出来下跌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一个观点 或者说一般市场原因 是因为说 它那份季报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觉得它 turn around 就是好转的这个幅度 没有市场想的那么大 主要是因为公司它预期说 它2024年虽然会好转 可是全年的获利还是会亏损 可是如果到这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好像 就真的是上调 因为它原本是预期就是说 它的毛利率要到 这一季的话才会转正 也就是没有想到 其实它上一季就已经提前转正 对 所以就是说 以接下来看 它自己的转亏为盈的 这个脚步 它也是提早一季 它原本预期就是说 可能要到第三季 转亏为盈 那这样全年的话 就是它估计比较保守 还是觉得全年会是亏损 对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价格真的涨得太猛了 所以它整个获利就已经提前转家了 所以它大概抓到它可能就是 转亏为盈的脚步会提早 就是发生在第二季 就是第二季的话 就会比它预期的 就是提早一季就转亏为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哇 那这样子 它全年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就不再亏损了 对 全年就是可以 转亏为盈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自然又是一个上调 对 那你上一季 市场是觉得你太保守 或者说觉得你这个展望 其实没想象那么好 所以猜测之后就下跌 那当然你这一季 就是直接改变了上一季 原本市场悲观的一个因素 你认为说今年直接就是 全年可以获利转购的因 那当然市场就对于这个观点 明显反映吧 我觉得就是说 反正这个上涨的话 我觉得就是反映就是说 它所有的这个 营运获利各方面都是上调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在过去几季 不管是减产的因素 或者是因为进入到旺季的因素 它的价格就是持续在往上调 那接下来到了淡季 它价格还是可以在往上调吗 对 就是公司是蛮有信心的 对 那当然我就有一个 很大的前提 就是说公司认为 就是目前短期来看 各家业者应该还是比较偏向 就是压抑供给 对 虽然最近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韩国媒体 韩国媒体最先写 他们不就是业者吗 对对对 可是就是韩国媒体 他们很喜欢就是 说什么海力士跟三星 他们又要怎么增产了 对 又要干嘛 对对对 当然现在市场是有一些 就是耳语 会担心就是说 这个韩厂他们会不会又要 怎么抢先开出供给 对 不过正在公司的定调 就是他觉得就是说 短期来看 他觉得业界是蛮有纪律的 就是说供给还是偏低 对 就是整个业界 包含他自己都还是供给 然后他自己 当然他可以控制自己 然后他就是说 他绝对是 不会就是随意的扩产 对对对对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虽然就是说 接下来是淡季嘛 对 可是就是说 他觉得整体需求 还是逐渐转加啦 他对于明年整体的 就是轨迹啊 就是说上半年淡季 可是因为供给压抑 所以说价格还能上涨 那下半年的话 他也就是很看好 就是旺季需求的话 会明显回温 所以也有可能有机会 可能也许在上半年 可能就会有就是 旺季备货的一个 就是需求出现了 对那当然他就是看好AI 对就是现在所有人 在看需求都说AI好棒啊 对他说伺服器 对他说伺服器 嗯伺服器很棒 伺服器明年有机会 就是去库存结束了 对那伺服器本身 去库存结束了 那当然他的就是 DDR5的营收可以扩大 那AI不用讲 那公司他说 他的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2024年通通卖光了 可能订单已经看到 2025年了吧 对对对 只是说他这个HBM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 算是他的 新开发业务啊 虽然说产能都卖光了 可是大概他也是抓 贡献他这个营收 大概数亿美元啦 对对 这个数亿美元占他营收 其实好像也是个位数而已 对 不过总之不无小谱嘛 对不对 在这个就是伺服器 目前还是比较低迷的情况 这个多了这个数亿元 也是不错啊 那这样他认为就是说 现在PC跟手机 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先复苏了嘛 就剩伺服器了嘛 那他觉得这个伺服器 明年上半年就是会回到合理水准 所以他就看好明年 就是说下半年旺季 一定是会很不错 对 这应该是有机会 也可能在上半年 就会提前拉货准备啊 对对对对 对那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攻击有压抑 然后下半年旺季还不错 那下半年旺季 他又再特别 就是给大家一个兴奋的元素 就是说AI 他说哇这个 虽然PC跟手机 可能就是出货量 可能是中低个位数的成长 可是如果是就DRAM DRAM可能就是 搭载量可以再更加扩大 对就是说不只是单机会成长 他这个搭载量也会再明显成长 你说就是每一只手机 使用的DRAM也会成长 对对 然后PC也是 对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都要有 AI的要素在里面 你说像AIPC跟AI手机 对对对 只要就是弄上AI在里面的话 然后他预期就是这个 像PC的DRAM的搭载量 可以增加4到8GB吧 对手机也是 他说哇这个手机导力AI的话 他也预期说 手机的DRAM的搭载量 也要增加4到8GB 这会变主流吗 就是以后都是AI手机 AIPC吗 现在中国很积极啦 可是 对啊对啊 这个我记得 因为我们星期天论坛嘛 也是有在聊说 这到底这个AI 或者是很多就是先进的运算 各方面的技术 到底在Edge端 能不能再发酵 对那当然大家就是说 嗯目前不知道 就是说有需求的话 技术就会跟上来 那会有需求吗 嗯不知道 就在哪 就是说大家都在看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对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看起来就是 大家就先干再说就对了 因为我就有看到 我忘记是AI手机还是PC 他就有说 他本集就搭载那个Stable Diffusion 就是绘图的那个AI模型嘛 可是我就在想 我到底为什么要local 搭载Stable Diffusion 就我直接用个Discord上面 觉得你不好吗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就是说 像我记得那个 我们周日有聊到一些技术上 在行动端 或者就是mobile device的瓶颈嘛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先进风中 往3D走 或者是说像一些chip类的 这种做法虽然说 可以提升就是良率 或是运算效能的一种变相增加 可是它其实有个瓶颈在散热 偏偏你mobile端 可能就是散热耗电 有那么小 对所以就是说 可能我们可能看到一些 像现在看到什么Cowars 这些技术 或者是说这个 Happy Bonding 这个要用在就是 mobile装置上面 这个运算的IC 可能短期还不是一个很 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可能还需要几年的一些 就是才能够解开瓶颈吧 还是以后手机都会像那个 ROG一样 后面有一个风扇这样 我不知道也有可能 哇那这样子超重的 对对对 那对啊就是说 先讲供给本身要在 就是mobile端这边 要产生能够运行 就是AI的这些 就是LM 就是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已经在技术上 已经有一些难度了 然后 同时还又还寄望 就是说需求能够对应的 大幅增加 说实话我不知道啊 当然我个人 我先讲以我有角度啊 就是我们 做投资的 一定要对科技乐观 真的 经济一定要成长 对对对对对 以过去历史来看 就是说你对科技悲观的 哇你还是不要做投资人 比较好 对对对对科技乐观 那这个是投资人 或是说这个是整体产业 各方面的一个 正向思维啊 当然我也不会说 这是不好 只是说 站在我角度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把全部的就是 记忆体的上涨动能 都压在AI的话 我觉得这个逻辑 不太没 sense 我觉得它是助力 嗯 对可是我觉得它不是主力 对那我认为其实 以我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美光说的观点 几个我认为比较深 真的是还是主力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供给 对供给短期的话 应该厂商之间 还是有默契啊 不想要这么快打坏 就是好不容易 终于就是这个 供给稳定下来了嘛 价格已经上涨 大家获利又可以走回 就是成长的状态嘛 对那在大家过去一年 就是一直不断亏损情况之下 应该是有默契 是不会这么 随意的增加就是产出啊 对尤其是DRAN啊 对DRAN我觉得 整体如果是传统的 这种DDR的话 我觉得其实三家业者 就应该是蛮有默契啊 不太有可能出现 像说哦就是 你减产我偷跑 这不太会 因为现在再怎么样 绕一绕去就是三家 我扩展市载率 我也没有办法消灭美光 我也没有办法消灭海利市 对那这样就对厂商而言 就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对那可能比较会有 就是说这种就是 趁需求下滑的时候 还在扩产的 应该是扩在 这个high bandwidth memory 因为它现在 high bandwidth memory 真的就是公补应求 对那而且就是 它就是未来的一个 大家市场看好的 一个成长机会嘛 那所以就是几个 三大DRAN业者 当然就是现在是 认真的在 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市占率嘛 那这个目前看到的确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偷跑 这三家都在扩产 这也不是只有一家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抢 HBN都在抢扩产 对那可是问题是 HBN目前就的确是 公补应求啊 对那再来就HBN 其实目前占整个 就是DRAN的就是占比 可能一般明年是预计说 可能会占到 整个DRAN的10%啦 所以它也还不是主流就对了 对所以就是说 它的供给增加 也不至于让DRAN 就是整个又重新变 就是功过于求 对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记忆体之所以 好展的重点 还是在供给 短期来看 还是属于偏景的 对然后目前就是 已经去库存快结束了 就连最后一个 这个server 因为server目前 已经是DRAN最大的市场了 那连server的市场的记忆体 目前在明年上半年 应该也会回到 就是合理水准 那就是server也要 去库存结束了 那这样以明年来看的话 就是说不管是server 手机PC 都是属于就是 去库存结束 要重新回补库存了 我觉得这几个 还是算是DRAN 它可以景气走向 扩张的一个 两个大关键 那我觉得AI是助攻啦 对对对 AI是助攻啦 对就是说 这个就是好上加好嘛 对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角度啦 好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因为刚刚 就算到美光他们预期下一季 然后这一季 现在这一季 就是第四季要好转 但还是在亏损嘛 那他们就是可能预估说 那我再下一季 就会开始转亏为盈 对对对对 就是比他们预期的 更提早转亏为盈 所以明年整年就会赚钱了 他没有讲 是我自己讲了 美光没讲了 因为他一季 他接下来这一季 他是可能预估 可能负0.35到负0.21嘛 对啊对啊 然后只有这季负耶 接下来三季都会是正的 这全年加起来应该要赚钱吧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我想也不只是我啦 我觉得市场应该 就是目前都这样子预估啦 所以他才会就是那个 就涨个10%这样 对就是大涨嘛 就是反正就比之前的 整个观点又再更加上调了 嗯好 可是刚刚有提到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上涨 或者我们讲前几季的价格上涨 他们会觉得说 哦是因为我们大家 有之一同的减产 真是达到了一个 就是让供需赶快回到一个 平衡的一个状况 哎可是接下来 他才刚开始要好转 他又说 我要再来买设备咯 嗯 这么利吗 OKOK 就你是指说他 有说他要上调他 2024年的资本支出运算吗 对啊对啊 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当然就是这一季有一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哎公司他 算起来这个资本支出也是上调了 对因为他原本上一季才刚刚说他 资本支出今年只会比就是2023年就是 他说微幅增加 对他是说非常微幅略有增加 对可是如果以这一季来看的话 看起来就是是又再上调 就是如果再跟2023年比的话 他预期2024年的资本支出 可能会成长个 大概8%吧 对差不多就是8到9%啦 对对对这个算 虽然说也是个位数 可是反正就是比他之前预估的 就是要再更上调 对那 就加上最近刚好又有一些媒体在讲说 哦海力士跟三星 他们资本支出要大幅的增加 对那 大幅吗 就是媒体是这样下标啊 哦 对那这个大幅到底多大幅 我忘记了他好像也没有讲 反正他就是说 嗯就是说来势汹汹吧 嗯对对对那 那就是说至少像美光这样子 他也上调了 对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关键因素嘛 就是有产业的供给紧缩 哎这个会不会就是又重新扩张 那这个好不容易复苏的脚步又被中断呢 那如果今天是参考美光的观点 他觉得是不会啦 对先看他的说法 这不是你问业者说哎你的价格 下期会不会涨价不一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先看看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吧 对啊美光的说法是说哎大家不要怕 对这个我预算上调啊 我不是用在就是这些主流的传统的DDR 我今天这个上调我是要增加HBM的产能 嗯嗯对对对 那其实刚刚已经讲就是说这个HBM 他真的就是供不应求嘛 就是订单都看到2025年了 嗯而且他又本身又是占整个就是 记忆体市场的算是10%吧 对他就比较非主流的 所以他的供给增加 其实对于主流的DDR市场 不会有太大影响 他光是连自己的HBM的就是需求都满足不了 对所以其实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光是认为就是说 我这个资本支出增加 我是要扩大我的HBM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就是主流的DDR的这边 我还是很保守的 对那公司有特别想要就是说 他们其实目前呢 他们会是一种变相的做法 对他们是把就是原本空闲下来的设备啊 把它在挪移去做为就是生产那个最先进的制程 对那因为最先进的制程一定是比较复杂嘛 对所以你相同的设备量 可能用在就是比较落后一点的制程 那你可能产出会比较高 那可是相同的设备 如果你把它生产最先进的制程 那他自然就是产出会变比较低嘛 所以他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控制攻击 所以我没有我这个设备量还是相同 可是因为我把它挪到就是生产最先进的制程了 所以我的这个整体的产能就会变相的下滑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主流的DDR4 DDR5这边 其实就是攻击以他们角度来看 在2024年他们还是比较偏向就是紧缩的 他们并没有说现在要增产 增产的是增在HBM 对那HBM的话 第一个是公布应求嘛 第二个话说他也跟大家讲说 你们也不用太期待就是HBM的就是攻击 可以就是非常快速的增加 对这个HBM有个状况 就像他们这个HBM 3E 他们最新的这一个HBM的产品 他说如果是相同容量 比如说同样是1TB吧 对同样1TB的话 他要用到的这个晶圆的尺寸 会是DDR5的两倍 对就是你用同样的资金 买入同样的设备去生产DDR5的话 也许可以产出我什么乱讲 可能是说可能是1万片 可是如果说今天是HBM的话 就只能5000片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提升HBM的难度 相当于是传统DDR的两倍的难度吧 对啊所以就是说就算他们今年就是这个 或者至少目前资本支出增加了一个 就是可能快10%了 对也不用太担心说 哇这个供给增加太多 或是HBM有没有可能 哦就今年有可能就是供过于求 说一点都是说他觉得是完全不用太担心 攻击的状况就对了 对那我觉得也是合理啦 因为就是至少我觉得HBM真的是 就是明确的供不依求 今天已经不只是美光 今天是三星 海力士 这三家大厂的HBM产能就是 今年的 2024年的已经完全卖光了 对已经完全就是booking完了 就是大家都是在谈 2025年的订单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把就是资本支出投入在HBM这边 是三大厂都在做的 那我觉得的确也应该很难在2024年就满足HBM的需求 对那反而是在非主流的DDR 虽然有媒体报道 我个人对于这个就是韩国媒体的报道 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为什么 什么时候韩媒报道跟英国研究一样 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媒体可能会要下比较耸动的一个角度 等一下那台湾呢 台湾没有关心记忆体啊 台媒根本不报就对了 有啊也是有啊 可是当然一定有点差 因为你看韩国的话 韩国它本身的最主要的企业就是三星跟海力士 对啊那三星海力士记忆体 就是他们的主流产业嘛 就像台湾会一直报台积电跟就是什么 5奈米3奈米2奈米 他们产美一定也会是疯狂的报记忆体有关的东西 就是必然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看韩媒的话 记忆体的很多资讯会是从韩媒那边过来 那只是说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好像之前也有朋友问我就是说 这些媒体的资讯到底要怎么样去辨别他们的真伪啊 对啊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尽量不要就是新闻讲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就对了 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点产业逻辑角度 因为你要去思考就是说 现在D-RUN的产业状况是什么 现在D-RUN的产业就是三大家而已 这三大家的话其实就是说 如果排除现在HBN高成长 传统的就是这个D-RUN的DDR的话 它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稳定成长产业吧 就是这三大家其实市占率也很稳定的 他们其实如果站在过去的这个产业的逻辑的话 就是其实进入到三家寡占 已经很难再有一种 就是积极的就是这种强势站 或者是想要就是这个叫赛局嘛 就是你害我我害你已经 就是不太容易了啦 就是就过往进来 他就是知道三家通常就是一个产业稳定下来了 对就像台湾也一样嘛 台湾电信也是这三家嘛 对吧就是 中华远传跟台湾太大 对啊对啊 那你看这三家市占率哪有在变化 对 成绩好像有说什么谁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要降价想市占率 到最后其他两家跟着降价 你这个 就是大家市占率还是变一样了 所以大家都学乖了嘛 就是说 你做什么我做什么 那大家其实都没有好处 那何不就是 大家都一起来就是巩固这个市场 对啊 所以在我角度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说在目前角度这么短期啊 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了 这些韩国厂商要为了就是 抢市占 然后要赶快就是预先投展来扩大市占率 我个人认为是几率不高 嗯 或是没有太大的用因 或是说 这个扩大市占率的诱因 跟他目前就是低润的利润 可以再持续成长的诱因 我觉得后者是更强啊 对 因为他三星 你看三星目前是亏损 对他就是他有股东的压力 还有市场的压力 对对对 他的亏损 他一定是希望自己能够先转亏为盈 他已经不像以前 就是说在景气低迷的时候 他还能获利 他还能够就是有很大的本钱 去做资本支出的扩张 对 他现在就是另外一边 就是logic有点烙塞啊 对啊 那他一定也要就是想办法 先把这个经济母 记忆体这边相当好转 让他有资金再去针对其他 还在发展的试验部才可以烧钱 所以再让我的角度就是说 他这个低润这边会 趁这一次景气低迷之后再去扩大增产吗 我认为重计是不大 对啊对啊 这个就像我们在去年也是吗 去年我记得上半年也是 也有很多人在讲说 三星要扩产 记忆体还要很惨 那个时候我就讲说 就是我观点说不可能 对 我的观点就不可能 我就说看2018 2019 三星就已经不这样干了 那2018 2019 三星不这样干 那为什么2022年 大家会 会预期三星还会再反向扩产 对那如果2018 2022 就是三星都不会反向扩产 那为什么会预期 现在2023年景气终于好转了 刚开始而已 那三星要扩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产业逻辑 是比较不合理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三家的扩产 其实目前比较可能会是看到 是扩在HBM吧 对 HBM的话 目前是三大厂 就是疯狂扩产的一个领域 可是这个市场 它就是真的是供不应求 所以倒也不用太担心 对啊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对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 不影响供需好转的趋势啊 对 我觉得嗯 没光你说的有道理 对 大概就是这样啊 对 我也认为就是说 反正我角度也是觉得 我觉得明年2024年应该 还是可以看到记忆体一个 就是 加速扩张的一个一年啊 应该我觉得就是足迹扩张啊 嗯 对 要担心就是 或说 我就真的要看到 就是这些业者终于愿意增加 就是主流的DDR产能的话 至少也是要到下半年之后啦 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其他相关的公司好了 就我们先看一下 同一页的这个DRAM的原厂 你刚刚有提到说 HBM现在算是 供不应求的状况 因为美光是HBM31嘛 他们开始出了吗 哎 他们说现在已经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出Sample吧 我觉得好像说2024年出 好像就会开始量产给客户了 因为NVIDIA 他们不是这个月发表的 那个新的GH200 他们就是HBM31嘛 可是那个好像第一个啊 所以我想说 那他们HBM31应该还没出吧 还没有量产吧 对啊 他们是说就是明年量产啊 对对 就是明年出就会量产 对那他也是有打进 就是那个GH200嘛 对对 对对 Grace Hooper这边的话 对对对 他有打进去啊 对对对 我想他应该就是出货给NVIDIA 嗯 现在已经送 应该已经客户都拿到Sample了 所以他明年的话 明年出应该就可以量产 嗯 哎 那像对美国来说啊 就HBM 这边的营收 或这边的获利 对他来说是 占比高的吗 还是一开始的话 还是蛮小的 现在蛮小的啊 我刚才有讲 他说他预估他HBM31 2024年 嗯 会贡献数亿美元 哦OK 对那就数亿美元 那这个数亿美元 他又不讲数字 那我们就抓个 嗯 最好最好就9亿吧 嗯嗯 对如果你今天是超过10亿 你一定会说个十几亿嘛 嗯 对不对 那你今天不讲十几 代表说你大概就是抓 他就是 可能1到9亿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那我就说他最好是9亿 那9亿的话 占公司营收多吗 那你看公司一季的营收 大概是快50亿嘛 嗯 他全年的营收200亿 200亿 那就是HBM是9亿 那这样是多少 5% 对啊 45% 嗯 对对对 就是个个位数啊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绝对性因素 可是是不是一个助力 是助力 因为至少占5% 5%也不是什么太小的数 OK 对对 人说这5%可以带动 这个公司整体获利大幅 喷发 这应该也不太实际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助力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DRAM的话 就HBM可以先不管他 呵呵 正在一个比较大的角度的话 这样应该 整个DRAM的原厂 应该就都差不多嘛 对不对 整个状况就是 呃 就都还不错 这样持续回来 还不错还不错 那当然就是说 对美光源HBM是还好 可是如果今天是说 那对哪家公司HBM 其实目前影响力是蛮大 他应该就是海力士 对因为海力士目前就是 他就是这个HBM龙头啊 他现在市占率是超过5成 对对对 而且如果去看之前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延调 发布的就是 整个DRAM的市占率的一个 最新的状况 海力士我记得已经冲到 好像31%市占率吧 对好像31%还是35% 我忘记了 对总的重点就是说 他跟就是龙头三星的 市占率的百分比 居然只差4% 4个百分点 对这个过去以来 从来没有就是这么接近过 过去以来就是 三星的市占率都可以领先 就是海力士和美光 超过10个百分点 对 可是目前来看 就是到最新一季的话 海力士因为受惠 这个他在HBM的 这个市场的统治力 加上这个市场 又这么就是疯狂的成长 目前预估就是最低的话 年复合成长也至少是50% 那他这个这么高成长的一个市场 他在里面居然市占率又超过五成 对那所以对他的市占率 目前来说就是非常大幅的增加 对甚至有一些市场会认为 就是他也没有可能在短期 有机会搞不好 市占率超越三星 就真的就是纯粹就是因为HBM 对对对 哇那这样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 算是个里程碑啊 因为就是从过去以来 三星都是一直是市占率龙头啦 对对 从来没有韩厂或者是非日本的厂商 曾经超越过三星 因为三星在更早之前 那就是日常嘛 日常是这个龙头 对就是已经销售而必达那些的 后啊就是三星出市之后 就终于把日本的统治地位干掉了 那当他荣登龙头之后 三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龙头 对那想不到现在居然有出现一家公司 有可能去挑战三星的地位 这个目前就是海力士 那海力士之所以可以这样的话 那就是因为HBM 所以现在要说HBM对哪家公司有 已经开始产生蛮大的影响力了 那我觉得是海力士 对对对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三星他也很紧张嘛 所以三星他当然也是希望他在 HBM的这个市场 就是不能够被海力士超越 或者他加紧追赶 对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说嘛 就是低位的市场有什么是大家 现在还在疯狂用产能在这竞争的 就只有HBM 可是因为HBM如果整体来看的话 他大概产值就占10% 对对对 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说 整体就是主流的DDR市场 也有这样的状况 对应该要分开来看才对 好虽然这样讲 可是我们如果去回顾 就相关的同意的这个低润原厂 其实我们看第四季 就是从10月以来 全部都涨不少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那时候简单聊 就是说站在我角度 如果是以骨架的角度 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模组已经 估值算蛮高的嘛 那反而是就是原厂是 可能估值的角度 我觉得是比较划算一点 或风险比较低一点 对那你目前来看 的确是这样啊 就是目前就真的是 至少到这一季啊 这一季真的就是轮到原厂发威了 对那主要是美光跟海力士 还是长得很凶了 对那台场的话 台股这个也都长得很凶啊 其实还好 台股的话 我觉得当然还是比较受困在 他就是说他是非主流 他是逆取嘛 逆取的就是利基滴滴啊 对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像 这种HBM的题材啦 对对对 所以涨幅的话 自然就是落后美光跟海力士 他们不会涨40%50%吗 这个是从去年开始啊 从去年10月到现在啊 对如果说做短期的话 其实还是美光跟海力士 标的比较凶的对 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对啊就是你看 就算是比较鸟的 这个滑邦店好了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他的股价涨幅 我统计也是有44%嘛 对这也是比同期的台股好啊 同期的台股是 30.7% 对那甚至也比NASDAQ好 就是你不用投资美股 你投资台湾的滑邦店 你也一样可以超越NASDAQ NASDAQ的涨幅是 41.8% 而且我这个股价涨幅 我还没有估那个 鼓励啊 可是滑邦店有发鼓励吗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要看一下对对 我刚才的这些 个股的就是涨幅 我其实是没有把 就是一些鼓励的因素 还原在里面 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 大家如果说有在关注 我们的观点的话 知道我们观点 目前的确是击败大盘啦 所以我觉得是 蛮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滑邦店有发啊 滑邦店发了一块 一块有不少 他股价才20几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 只是说目前说实话 就是如果说以美光跟海力士 或是美光嘛 美光到现在的估值 其实我觉得也的确已经拉上来了 对就是说明年的这个 涨幅还剩多少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 稍微思考一下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 快90块了吧 嗯对啊 那他其实之前 上个就是高峰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 疫情的高峰那个时候是 最高峰到97块嘛 对他就剩10块的涨幅了 对可是又是说 能够预期说 他这一次的就是 营运或业绩的状况 会强于在疫情那个时候嘛 这个我是比较保留的观点啦 对因为至少那个时候 没有中国制裁的因素在里面嘛 对那他这一次的循环 他会遇到就是说 中国这边因为有一些小动作 总之就是说 如果说是参考历史估值的话 我觉得美光 其实他的估值真的到蛮高的啦 但是我们如果先不讲 股价好了 如果纯粹讲业绩的话 那我就不用讲 就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 明年就很简单 就是足迹成长 嗯好 那讲完原厂这边 接下来来看一下 相关的封测场好了 因为你记忆体如果持续变好 那相关的封测 应该就也是会一起 学长传高嘛 对对对对对 不过记忆体封测场跟原厂 要看的点比较不一样 就是原厂其实更看重价嘛 对我之前有聊过就是说 这个销量跟价格上涨 会同时影响 低润或记忆体原厂 那可是就过去来看的话 通常价格上涨的影响力 往往会甚至强于 就是出货量 嗯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确 这个观点没错 你看像在接下来淡季 虽然销量会下滑 可是价格会更加的往上涨 所以至少美光 他有预期就是说 我想不会美光啊 等到接下来 海力士出来 一定也是一模一样的观点 就是接下来2024年的 就是上半年淡季 他们还是一样 可以持续继续成长 那可是记忆体封测场 不太一样 记忆体封测场 比较关注的是出货量 对因为记忆体的封测场 比较没有办法 像下游的原厂一样 享受涨价 对他比较没有办法 对所以他比较看重的是 就是你下游的这个出货量 到底回来的没 对对对 那不过也没关系 就是说我觉得大致上 我觉得2024年的整体 对于封测业者还是正向 对对对 就是出货量 我觉得顶多就是淡季回档一下 可是应该就是不至于 就是限到衰退 或是说以YOY的角度 对我们今天不要以就是这个QOQ 不要以就是 记的角度 我们已经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角度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走上一个成长的一个态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来看 其实我对于记忆体就是明年的 不只是价格 其实销量我也是持比较正面的观点 对那这样的话 对记忆体封测场 其实我觉得算是有利的一年 所以或是说我觉得就是 明年的话 这些封测业者的业绩 应该会还是持续向上 对那在台湾的话 谁会受惠呢 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 或是可能上两季有稍微简单聊一下 就是说这个 可能台湾目前比较 就是算是 记忆体封测业者的 可能就历程跟难冒 对对对 那哇 这历程最近真的是长蛮凶的 对如果我统计一下 就是从我们上一季 就是有谈到历程到现在 哇他股价已经涨了40.5% 虽然说我不太知道他在涨什么 不过有涨就是棒 我欣赏太好了 对对对 对那南茂的话 当然就涨幅没那么高啦 不过他也是有个12.1% 这个还是比同期的 就是10月4号以来 大盘的表现也是好 对对啊 那展望就是明年的话 我觉得一样 就是这两家公司 还是可以受惠 伺服器的这个 整体出量可以上升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 最大的关键的市场 就是伺服器 对伺服器的话 目前可能一般来说 就是至少在现在 没有像手机跟PC那么好 对就是目前大致上 下半年就是记忆体的出货量 之所以可以上升 原因都是在PC跟手机的 旺季出货量拉抬 那伺服器的话 基本上还是比较低迷 可是我觉得明年的话 应该看起来就是上半年 伺服器的去库存就会结束了 所以明年的话 伺服器也会重新加入 这个带动销量的一个行列里面 哇那这样子几个主要市场 就是手机PC 伺服器都能够有销量成长的机会 那这样我觉得对于就是像历程 南茂的这个记忆体封装的业绩 都是一个就是受贿的动因吧 嗯就主要还是要等到这个量出来以后会比较好 对对对 那当然上半年一定是淡季会有一些压抑 不过以年成长的角度还是会成长了 对那全年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成长 就是会受贿就对了 嗯好 所以这一集看完还是走在我们这个 记忆体回来的这个论述上面这样 对啊其实很无聊啊 对 可是好像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已经连续讲了几集了 对啊就是 只能再想到一些梗啊 因为产业就这样子嘛 它不会突然有一季有个很大的变动 这个整个大产业就是慢慢的 往同个方向来走这样子 对对对 或者说我可能额外的分享就是 如果现在是我我现在在看什么 我现在在看就是这些业者何时 他们设备的支出会开始 就是明确要增加吧 嗯对对对 那这个增加的话 又会带给不一样的上游 不一样的一个 就是新的成长动因啊 对只是以目前来看短期的话 就是说这些业者在产能的增加 或是出货量增加还是比较保守 说像美光啊 我觉得美光他就说 我虽然整体的资本预算增加 可是我跟你讲 他已经先说 他的这个设备投资的预算 他会下头 诶有吗 有他有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说 他其实有蛮大一部分的资金 是花在就是土建 就是厂房跟那个 就是建物的建设 因为他们要在美国的 不知道忘记哪一周 他们反正就是响应拜登大大 这个就是本土化计划嘛 他要拿这个补贴嘛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说他要盖啊 那他有蛮大的钱 他是说会花在就是土建啊 土地建物厂房的建置啊 所以他说设备的话 其实还不会成长啊 所以将来看其实就是说 短期这些原厂 他们对于就是他们的 实际的产出 其实还是压得比较保守 或者不轻易的放松啊 但我土地整理完 房子盖完就要开始进设备了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 一般可能是下半年开始土建嘛 那土建弄完我不知道 可能抓个就是半年一年好了 应该不太可能半年了 一年的话 那也是要到明年才会就是 设备一路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说 短期这些新的就是建设案 能够带动设备的这个 应该不会那么快啊 所以倒不用担心就是说 他们这个马上就会对整个 就是记忆体的供给产生影响 还不会 那我自己比较关注是说 他们核实产能利用率说要提升 对 因为他们现在提升是假提升 他们现在提升不是说 我产能固定然后产出增加 所以我产能利用率提升 他现在是说我产出固定 可是我产能削减 对那为什么产能可以削减 啊就是说我把就是原本拿来生产 就是旧制成的设备 通通拿去做新的制成了 那我刚才有提到嘛 就是说这样子其实会导致产能 就是变相下滑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他们目前 其实产出还没有增加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说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说 他们就是这个头片 整个生产出入量要增加 对那如果增加的话 那这个时候 开始就会对上游可能像设备啊 材料啊 开始就是产生很正面很正面影响 那这是我在关注的一个点就对了 嗯 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蛮多 美光最新一季的这个季报的东西 还有整个记忆体原厂 相关的一些动向 那如果对这个系列 还有任何的问题啊 都可以留言和我们讨论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